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磅新闻要为大家分享 首先是全球科技崩溃的消息 这次大规模的计算机系统故障 让我们看到了对少数云端系统的高度依赖 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许多人现在不带现金 只依赖非接触市支付 而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没有计算机系统的情况下 将难以规划航线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需要为可能的技术崩溃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越南共产党领袖阮富重去世的消息 这位享年80岁的政治人物 自2011年起一直担任越南最有权力的职位 并在任期间推动了反腐败行动 惩罚了超过13万9千名党内成员 软负重的去世引发了对越南政治稳定的担忧 分析人事预测 继任者可能不会偏离他的政策 最后 中国对日本与台湾的联合海上救援演习表示强烈抗议 称这次演习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而台湾则是一个自我管理的民主岛屿 日本表示 这次演习是基于2017年的一项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 并不针对中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大新闻节目带来了一系列重磅新闻 首先 全球科技崩溃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这次大规模的计算机系统故障 暴露了对少数云端系统的高度依赖的风险 许多人现在不带现金 只依赖非接触市支付 而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没有计算机系统的情况下 将难以规划航线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需要为可能的技术崩溃做好准备 接下来 越南共产党领袖软富重去世的消息 引发了对越南政治稳定的担忧 软富重自2011年起 一直担任越南最有权力的职位 并在任期间推动了反腐败行动 惩罚了超过13万9千名党内成员 分析人士预测 继任者可能不会偏离他的政策 最后 中国对日本与台湾的联合海上救援演习表示强烈抗议 称这次演习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而台湾则是一个自我管理的民主岛屿 日本表示 这次演习是基于2017年的一项 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 并不针对中国 突发现场节目中 Ditch Valley报道了中国共产党 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 但会议结果却让人失望 未见重大突破 尽管会议公报中提到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但实际上 这次会议更像是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第四个任期铺路 会议强调了安全和连续性 而不是推出新的重大改革 习近平被称为改革者 但实际上 北京更关注的是 保持现有政策的连续性和领导层的稳定性 学者和观察家指出 这次会议的核心在于强化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并可能意味着他会在2029年继续掌权 在国内外挑战面前 北京仍然优先考虑国家安全 这可能会对经济对外开放带来限制 Nike Asia报道了 丰田在美国全力推动混合动力车的战略 由于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 丰田决定在2030年前 为其所有主要车型提供混合动力选项 以应对电动车市场的风险 在丰田的试驾活动中 展示车型的一半是混合动力车 而仅有两款是电动车 丰田计划在美国混合动力车市场 进一步扩大其领导地位 并且其混合动力车销量 在今年前六个月大幅增长 由于电动车市场增长放缓 混合动力车证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 美国政策变化也为混合动力车提供了支持 政府现在的目标是到2032年 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 分别占新车销量的35%和13% 丰田的混合动力车已成为重要的利润来源 其在北美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 然而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影响丰田的未来计划 特别是在进口关税方面 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 丰田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其供应链和生产策略 改革家习近平撤稿不是谜 美国政治正精彩 中国别想玩 拜登退选前的痛苦 佩洛西想推的不是贺锦丽 明镜想点就点 揭示了中国和美国政治中的复杂局面 习近平的改革议程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关注 但撤稿事件让人们对其背后的动机和影响产生了疑问 美国方面拜登面临着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 民主党的支持正在瓦解 大金主停止捐款 重量级人物警告 甚至有议员公开呼吁他退出竞选 与此同时 佩洛西的政治筹码和他的真正意图也成为焦点 美国政坛的风云变换 让中国的政治家们无法轻易插手 节目还特别提到点点 今天是开通了数字货币打赏通道 观众可以通过以太王等方式进行打赏 川普惊险逃过暗杀后再度领军共和党 在密尔沃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发表了长达93分钟的提名接受演讲 这是他史上最长的一次演讲 期间他提及了在宾夕法尼亚竞选集会上遭遇枪击的事件 尽管演讲风格与过去没有太大改变 但枪击事件显然为他的演讲增添了新的分量 特朗普在演讲中仅提到了一次现任总统乔·拜登 重点强调了税收、犯罪和外交政策等议题 这次大会展示了特朗普与共和党的紧密联系 显示出他对党内无可置疑的掌控地位 节目主持人还提醒观众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特朗普、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以及相关政治动态的信息 《华盛顿邮报》揭示拜登失去民主党支持的内幕 明镜响点就点 在深刻美国节目中详细剖析了这一现象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面临质疑其年龄和领导能力的挑战后 已经在党内失去了许多支持 从大金主停止捐款 到民主党重量级人物的警告 拜登的竞选之路变得愈发艰难 曾经团结在他身后的党内势力 如今开始制定B计划 甚至有议员公开呼吁他退出竞选 节目提到 尽管拜登努力挽回影响 但党内外的压力持续增大 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主持人还特别提到一些关键人物 如众议员杰森·克罗 哈基姆·杰弗里斯 查尔斯·易舒默 南希·佩洛西和巴拉克·奥巴马 分析了他们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的角色 新周网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近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承诺通过谈判终结俄乌战争 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X上 表达了对美国军援的感谢 但未提及战争结束的具体努力 特朗普表示 如果他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 将在明年1月上任前结束这场战争 并声称如果他在任 俄乌战争根本不会发生 特朗普在自己的社媒真实社群上发文 感谢泽连斯基的联系 并承诺作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泽连斯基也证实了这次通话 并表示双方同意在亲自会谈中 讨论维持和平的步骤 尽管特朗普多次表示会迅速结束战争 但并未提出详细做法 他曾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 乌克兰可能需要放弃一些领土 才能达成和平协议 特朗普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会晤 也引发了外界对他对俄态度的关注 新岛日报报道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求制裁中港官员 和法官的行为是公开威胁 意图干扰司法程序 他对此感到反感并表示要处置泰然 林定国强调香港法庭 并不依赖海外非常任法官运作 大部分案件都是由本地法官处理 他形容非常任法官是武林超级高手 强调贵精不贵多 司法机构会适时招聘合适人选 对于基本法23条立法 林定国表示 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 立法并非完结 维护国家安全是长期任务 他还提到 反修例事件中有青年在事发4年后 被检控并非律政司工作怠慢 而是由于被告踢保后离港 近期回港才被起诉 他强调 刑事案件没有诉讼期限 检控要考虑调查和证据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 关于台湾应支付防卫费用的言论引发讨论 一些共和党议员为其辩护 称行动比言辞重要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苏利文表示 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记录最为强硬 向台湾运送的武器最多 并派出高级代表团 苏利文认为 美国需要持续协助台湾发展军事能力 保持威慑 参议员柯宁表示 美国在台湾安全政策的重点 是让习近平每天醒来 都觉得今天不是动手的时候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 对美军能赢得台海战争充满信心 并强调未来冲突将类似于二战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台海战争将是世界灾难 美国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台湾外交部长林嘉龙表示 台湾国防必须靠自己 并提到台湾国防预算倍增 台湾国防部宣布年度汉光防御演习 将进行士兵演习 验证战力保存和反封锁作战能力 今日华尔街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性 特朗普表示 他有信心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 并暗示如果成功 他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与此同时 拜登家族的成员也开始对俄乌战争 发表新的看法 似乎有一项支持特朗普的和平倡议 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尤其是在全球政坛和媒体界 明镜电视详细报道了特朗普 在暗杀未遂事件后的首次公开演讲 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 虽然以团结为主题 但很快转向了攻击对手的风格 政治漫画家马丁·罗森 通过幽默和讽刺的方式 描绘了特朗普的神圣干预 引发了广泛讨论 此外 节目还深入解析了暗杀未遂事件的详细经过 包括枪手托马斯 马修·克鲁克斯的行动细节和调查进展 明镜想点就点 节目中 深入探讨了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之间的 非常好的电话交谈 这是特朗普离开白宫后首次与泽连斯基的直接交流 也是他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后的重大事件 特朗普声称能够迅速结束俄乌战争 而泽连斯基则表达了对美国军事援助的感谢 双方是否能达成结束暴力和实现和平的协议仍然未知 但这次通话无疑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乔·拜登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正处于十字路口 由于他上个月在与特朗普辩论中的表现乏善可陈 他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党内成员要求他退选的呼声 最近的民调显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相对于拜登的领先优势稳步且不断扩大 这引起了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和前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在内的民主党主要盟友的担忧 拜登坚称 他是在11月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的最佳候选人 并抵制让位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呼吁 如果拜登结束其竞选活动 可能的替代者包括卡玛拉·哈里斯 格雷琴·惠特末 加文·纽森 皮特 布蒂吉格 乔什·夏皮罗和安迪·贝希尔 哈里斯被视为拜登退选后的直接替代者 他在升职权力方面的工作和对拜登的支持 使他成为热门人选 惠特末和纽森则在各自州内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就 布蒂吉格作为交通部长也赢得了尊重 而夏皮罗和贝希尔则在关键摇摆州有着强劲的表现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候选人越来越担心 选民对总统乔·拜登年龄的担忧会拖累他们自己的选情 尤其是在选民分歧严重的州和个别选区 劝说拜登让位的努力在过去三周内变得越来越公开 民意调查显示 拜登在多个对选举胜利至关重要的州落后于特朗普 蒙大拿州的乔恩·泰斯特等民主党人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认为拜登不应寻求连任 国会众议员亚当·西夫也私下表示 如果拜登是提名人 民主党可能会输掉大选 选票顶端的候选人对投票率的影响最大 民主党选民对拜登的候选人身份不甚热情 投票率可能会下降 民意调查数据显示 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对拜登保持领先 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分析报告指出 如果拜登继续参选 但未能取得明显进展 民主党不可能赢得众议院或参议院多数席位 王毅 自从拜登辩论失败和特朗普耳朵中枪之后 特朗普入驻白宫的声音就特别高 资本市场和舆论似乎都很害怕特朗普上台 特别是受到正统经济学熏陶的精英们 投资者惧怕特朗普上台 纷纷抛弃手中的美债 黄金也遭遇疯抢再度上攻 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开站台拜登 认为拜登的经济主张优于特朗普 并警告说 如果特朗普当选将会带来更高的通胀 彭博社和经济学人称特朗普为 巩固了民粹主义者 反全球主义者MAGA的狂热分子 市场恐慌特朗普执政主张 会带来高通胀和高利率 然而 特朗普的减税和财政政策 可能不会引发大通胀 美国通胀会高于平时 但不会特别高 未来美国通胀不会无缘无故萎缩 金融市场会更加动荡 无论是高通胀加高利率 还是高通胀加低利率组合 都对他国汇率和美国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全球政治 经济愈发不确定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保持现金流 于前继续锁定长期收益率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 world Quantilates and robot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o much to share